我80年代是第一次入沙洛湾 那時是鳥羽花香 好像世外桃源的地方 鄉村生活都是很濃厚的 到十多年再入來 就發現整個村已經不同了 以前見到很多中華白海團 二十三十條粉紅色一路游過 現在就沒有了 深深感受到是否有些可惜呢 幾年前去過Edan Project 在英國漢禍 發明了Edan Project 忍機一觸就覺得 有一條村好像Edan Project以前 好像快消聲匿跡荒廢 但我可否借鏡呢 我們可否給點希望這條村呢 為何選擇沙洛湾呢 因為我想全香港沒有一條村 正正對著香港赤立國機場的跑道 這個對比二十一世紀 和清朝一條村三百多年的對比 是有很多題材很豐富 讓我們去討論去欣賞 還有去思考一下 這個 這個是甚麼來的 火箭 火箭 靈感叫做傲場 藝動沙洛湾 就是說飛行 靈感當然是取自於機場 因為我們說說飛 不是只是飛機飛 這條村有很多很漂亮的蝴蝶 有青澄 我們人很開心的時候 心情是喜悅 又好像起飛 不過你又看回這條村 它有些好像比較沉 它起飛不到 這條村子就說不宜叫傲場 除了說真的起飛之外 我們看看怎樣可以幫回這條村去更生 第一次和村長聊天是2015年的9月 和你村長聊天的時候 我說有這樣的計劃 你覺得怎樣 他說挺好 不如我們再探索一下 然後就在2016年的4月 就邀請過Eden Project的圓景設計師 J Knight 他就第一次來沙羅灣 就和我們談這個計劃 所以你可以說 整個三年多就可以 跟著我們就去籌款 因為我們是一個慈善機構 沒有款項是做不到的 變了很多藝術家的朋友 無論是表演藝術 或是視覺藝術都有的 但我們不只是講藝術 我們可不可以將藝術家 和科學家 他們這麼精彩的腦袋 合併一起 他們怎樣可以去創造一件藝術品 譬如你聽音樂那邊 是一位雀鳥聲音的專家和編曲 他們兩個是切磋完之後 然後才出了藝術品 我們是朝著這個跨媒界 或者跨學界 學科這個方向去發展 其實我們每一個地方 尤其是我們香港這些鄉村 其實有很深厚的歷史 我們看這些村屋的時候 我們看這裡的文化的時候 如果這些文化這些歷史不見了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很唏噓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在想 怎樣我們可以 將我們的根 將我們的文化 和我們今時今日的生活 結合起來呢 這樣 讓我們可以一同在這裡 我們看到我們的歷史 我們可以享受我們這個地區 享受我們的環境 享受我們的大自然 這個創新 這個互動 這個協作 我想就是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更加好的例子